中东地区的大规模民众抗议活动从2010年底爆发至今 突尼斯和埃及的独裁者已经下台 更多国家的政府被迫改组 很少人会认为是美国政府促成了这次民主运动 不过一位83岁的波士顿退休教授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他叫吉恩夏普 夏普博士的著作《从独裁到民主》 可以从爱因斯坦研究所的网站上免费下载 贾米拉拉吉布负责研究所的日常工作 一般来说一星期有几百次下载 自从中东地区爆发革命以后情况有了不同 打那时候起数字上升了不少 英文版的下载一天可以有一万五千次 爱因斯坦研究所坐落于波士顿城东的一栋普通民居内 它由夏普创办于1983年 从独裁到民主是他最有影响力的一本书 这本书是1993年写的 但它基于此前至少20年的研究和起草 当时夏普博士是应邀为缅甸的持不同政见者写的这本书 到目前为止 这本书已经有包括中文在内的34种语言的版本 它翻译成了阿拉伯语 它出现在穆斯林兄弟会的网站上 很多人很吃惊 其实穆斯林对非暴力抗争非常感兴趣 美国公共广播电台NPR和其他媒体报道说 埃及等国家的异议人士最近几年 一直使用夏普的著作培训民众 夏普本人很低调 我读到过有关报道 说他们还用过我其他的书 但我没有得到直接的证实 所以我必须很谨慎 夏普博士今年83岁 他已经著作等身 但依然不停笔 最新的一本书又刚刚完成 今年秋天 纽约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将发行 不好意思 书名就叫夏普的权力与斗争词典 他觉得自己的名字在封面上过于突出 所以才说不好意思 除夏普以外 爱因斯坦研究所还有两位雇员 我在这里已经工作了九年 刚好一年 再加上一条名叫沙利的狗 他很安静 一年只叫过一次 研究所跟开罗解放广场几乎找不到任何相似的地方 不过夏普博士的理论跟埃及的实践之间有很多联系 他们似乎有很好的规划 而且很长一段时间向人民大众成功地传递了不再畏惧的重要性 这么多的人说我们不再害怕 这次埃及人民为结束独裁而展开的抗争过程中 穆巴拉克一度提出与民众谈判 但遭到拒绝 夏普的战略正是这样建议的 夏普著作的核心是非暴力抗争的战略 他以制定切实有效的战略原则著称 有人将夏普与历史上有名的军事战略家相比 称他为非暴力抗争的克劳塞维茨 我一直在研究非暴力抗争的开展 这种抗争有时候成功 有时候失败 我关心的是你如何更有技巧地开展非暴力抗争 让成功的机会更大一些 夏普提供的非暴力行动的战略 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影响 21世纪初期 东欧等国家爆发的颜色革命中 民众同样实践着夏普的战略 罗伯特·哈维曾经使用夏普的著作 训练缅甸和塞尔维亚等国家的异议人士 他本人是退役上校 现在定居西弗吉尼亚州 过去40年来 是基因给人们种下这些理念 人们逐渐在各自的体系内采用了这些战略 就好像它们一直存在 其实是基因的工作才让这些战略得以显现 有些国家对夏普的评价不高 甚至认为它是危险分子 2007年 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 公开谴责他煽动骚乱 不会有太多人这么认为 有些独裁者会这么想 但这是他们有问题 他开阔了我们的眼界 我们看到了权力的机制 没有人能豁免于人民的权力 如果我们能动员民众 我们可以解放自我 自我解放是可能的 吉恩告诉了我们怎么做 夏普和平抗争的理念 受到了甘地 梭罗 爱因斯坦等人的影响 爱因斯坦亲自为他的第一部著作写了序言 他也因此以这位物理学家的名字 为自己的机构命名 我那时候刚刚25岁 夏普从不放弃和平抗争的原则 在利比亚 和平抗争已经无法实现 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展开的是战争 此时能否认为只有使用暴力手段 才能推翻独裁呢 不 不是这样的 事实上使用暴力手段 或者战争的伤亡率是巨大的 非暴力也会有牺牲 有时候很严重 几百上千 比如像天安门广场发生的那样 但是比较而言 还是非暴力抗争的牺牲少一些 1989年天安门学生运动期间 夏普曾经到北京考察 一直到六四发生以后才离开 他希望了解中国非暴力抵制的实际情况 他们知道一些 但不是太多 他们知道甘地领导反抗英国殖民统治 他们知道美国的民权运动 马丁路德金等 今天的中国虽说还是由共产党控制 但跟22年前相比 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 夏普博士给出了当前条件下 非暴力抗争的战略原则 不要一开始就去规划大规模革命 你没有那个力量 像中国这种情形 从小事情做起最好 因为你的力量很弱 你只能选择从小事情 你可能赢得的那些事情着手 尽可能小心地巧妙地制定计划 美国瓦网统记者方正 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采访报道 那期视频要没有讨论 建计划 这一切都是 就是我们处于